大家好,我是王中,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Gail Gail是我们森林之王,2018年第一届的前四强 现在她发展首张个人专辑,无法掩盖 Gail你好 大家好,王中哥好 对对对,我们疫情期间都没有见面 对,很久 然后很久了 对 你现在长得很像少女了 对,18岁了 18岁了,森林之王的时候才 12岁 12岁 所以很快,时间过得很快 对对 你的中文现在,他是泰国人 那中文现在讲得非常好了 谢谢,在学习 在学习,在泰国还是在学,对不对 对 OK,应该有好几年没有看到我了吗 对 几年,三年 大概三年了 有想念我吗 没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很想你 OK,一下变这么大了 我也很想念你 那张哥在忙,叫我问你好 詹仁雄,就是制作人 对对,森林之王制作人 好多人都很想念你 对不对 我也很想念大家 对啊,这几年没有回来 然后听说你考上医学院 对 在泰国读医学院 对 对 现在没有分什么科吧 还没有 现在还学普通的 就是basic science OK,OK 你要多少年 读 七年 跟台湾的一样 跟台湾一样 对 以后想学哪一科呢 不知道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以前有考虑想学关于心脏 是开刀的 哦,开刀 你不是很怕开刀吗 我没有 对,但以前就想就关于学关于心脏的 OK,OK 可是现在就慢慢 再说 对 再说 OK,OK 是你自己想读医学院 还是你妈给你爸爸想的 其实就是我 我 就之前不太知道要学什么 但是我知道我喜欢就是科学这个方面 science 对,science biology,chemistry 然后我就 妈妈就说 要不然就学医学院 OK 然后我就OK 可以 现在喜欢吗 读了大一还大二 大一 大一 就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OK 那真的是 又要学 又要唱歌 要学医学 很忙吗 还要学中文 蛮忙的 蛮忙的 对 OK 很想念台湾吗 很想念 Gail以前在台湾最喜欢吃的 就是我们公司提供的便当 对 神明中的便当 对,很喜欢便当 因为有很多 很多种菜 还喜欢吃什么 还想什么 想吃什么 现在很喜欢麻辣火锅 麻辣火锅 对 在台湾吃的麻辣火锅 对 我记得我带你吃过一次好像麻辣火锅 会很辣 那不会伤喉咙 对 所以不能常常吃 对 那便当 还喜欢哪一个 还记得喜欢吃哪一个 我喜欢吃鱼 鱼的便当 鱼的便当 那排骨呢 排骨也好吃 好吃 OK 对 都好吃 OK 好 很多观众朋友 一定非常想念你 因为你六岁就上了 泰国达人秀 然后开始就是 就很多人认识你 然后等等等等 后来我们看网络 就请到台湾来参加 圣灵之王 跟哪些选手还有联络吗 还有现在就跟比如说静春节 伟芳节 还有学府歌 学府歌 对 因为他也 帮你做歌了 对 帮我做歌 然后帮我做 学府那首歌叫做 要不要在一起 要不要在一起 对 OK 学府也帮你做歌 好多人帮你做歌 徐家英也帮你做曲 对 然后还有露露也跟你合作 等等等等 很棒 这次回来的感觉很好 还有阿火老师也帮你做音乐 对 等等等等 觉得很 就是很想 很开心 也有很感谢大家 就是 就是这次的专辑 就好像在 从圣灵之王的朋友们就认识 所以这次就在跟他们再次合作 对 所以觉得很开心 好棒 12岁来 现在已经18岁了 在6年中间还经过疫情 不过你也发过一张单曲 也做过一张音乐会 在台湾也做过一张音乐会 这次是真的专辑出来 专辑名字叫无法掩盖 对 这是为什么这个叫无法掩盖 因为 就想让大家看就各种各样就不一样的我 然后里面也有一首歌叫掩盖 掩盖 对 就是拉拉 徐佳颖老师写的 写的 他是写词还是写曲 他写曲 写曲 掩盖 他是星光大道的 现在很厉害 你们两个有没有比过谁比较高 会唱歌的都比较 歌都比较很高 没有比过很高 差不多大概 不过你回去有长高吗 有一点点 很好了 那比例很好 很漂亮 现在 现在 伟中哥看你都觉得你是 是少女了 都不像小孩子了 好可怕 长得好快 那代表 代表我们已经老了 对 没有 没有 没有老 没有 反应这么慢 不过真的很好 所以无法掩盖 就是专辑的意思 就是说 让你看看你各种不同的表现 对 对不对 不过真的 真的看你长大 看你MV MV拍那个首歌 主打歌曲是这个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对 在泰国的一个好像游乐园里面吗 对 就是 这首的MV 就导演去泰国拍 然后我们去了 帕泰亚 跟甘智纳布里 就是很多 很漂亮的地方 然后我也没去过那些地方 所以 这不在动物园有拍过 对 甘智纳布里的动物园 那你说 我看资料讲说 动物园有很多 被鹦鹉还咬到了 对 那还有很多 Giraffe 长颈鹿在你旁边 对 这样 长颈鹿会吐口水 没有 没有吐到你 但就是我们拍那个画面之前 有那里的员工 他就跟我讲 如果长颈鹿他觉得害怕的话 他可能会用他的脖子 就是 对 对 所以就有点害怕 拍鹿的时候 OK 好 我们来听一下 Gail这首的主打歌曲 这首主打歌曲就叫做 没关系了 这MV就是没关系了 对不对 对 就是在跟 就在娱乐园拍的 对 没关系了 好吧 没关系什么 没关系了 就是 如果你有什么烦恼 或是就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就不用去想那么多 就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 好 我们听完这首歌 我们会再聊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Gail 她的首张个人专辑 无法掩盖 在10月31号 已经开始预迈 10月17号 全球就开始串联 然后MV也开始上了 就讲的 首张专辑叫无法掩盖 这张专辑就是 让你看到很多 你不同的Gail 是这样子 Gail是 因为她参加达人秀 六岁在泰国参加达人秀 就很多人喜欢她 后来我们看到YouTube 就请她到台湾来参加 希望达到 然后那个是我们的第一届 2018年 对 2018年 然后那时候还很小 在12岁 对不对 对 岁月过得很快 现在已经是18岁了 对刚完18岁 对 然后在读医学院一年级 在哪里 在曼谷 在曼谷 对 是曼谷的大学 曼谷大学 但是你是清迈出生的 对不对 青赖出生 青赖 对 就是在清迈的 就很近 清迈在北边吗 青赖是最北 青赖是最北 最北边 对 比较凉快 对不对 对 那曼谷这么热 你待得了吗 很热 很热 对 会不会不太习惯 现在习惯了 可是我就 比较喜欢冷的天气 OK 那你还有多少时间 学中文呢 还要学音乐呢 上课这么忙 就大概一个礼拜两次有中文课 就是线上中文课 线上的 跟台湾的老师学的 OK 然后音乐呢 还是每天都自己 因为你会 你很小学钢琴嘛 对不对 三岁就是钢琴 对对 然后六岁学乌克里尼 对不对 对 然后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吉他 对不对 现在钢琴还在弹吗 就没有学了 但就自己玩 自己玩 对 OK 学校课业会不会非常忙 你读一学院 很忙 对 因为我 就我刚刚考完试 就飞过来台湾 然后 OK 班上上学了 上大学了 有没有男孩子 住你 没有 没有 要老师跟我讲 真的没有 我没有关系 你妈妈会不会管 你妈妈在我们游戏 她会不会管你 太年轻太年爱 会不会 应该会 会哦 妈妈管很严 你妈妈听得懂中文吗 听得懂 对不起妈妈 我以为 你妈妈 我记得你妈妈 不太听得懂中文 她大概听得懂 大概听得懂 现在大概听 那我们严肃一点讲 她听得懂 小小 会很多学校人认识你吧 对 有点 对你会被干扰 不会 Disturber you 不会 我的朋友们都很好 都很好 比如说我刚刚发了新歌 没关系了 然后他们就 就每天唱 My band right cut 对 他里面有个手 没关系了 里面有个手势 所以你跟你爸爸一起合作 发明这个手势还是什么 对 也有跟台湾的 舞蹈老师 是什么手势 我有看那个MV 但什么手势 就这样子 My band right cut 这你爸爸教你的 My band right cut 这个是老师想的 但这是爸爸 你爸想这么难的动作 那句话什么意思 这就是My My因为My My就是不 My就是泰语的My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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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关系呢 My band right cut My 要关系呢 My S knot 你的泰国名字 泰国名字都很长嘛 很難念很難念 很難念 就是 full name 就是 Gail Soficha Angka Kha Vimong Kargo 是不是 怎麼念 是 Gail Soficha Angka Vimong Hon Gail Somen Cha Soficha Gail Soficha Angka Angka Vimong Hon Mong Hon Mong Hon Aka Vimong Hon Gail Soficha Gail Soficha Angka Vimong Hon Oh my god 好難呢 很強 對對對 然後 沒關係啦 是你的主打的 然後你跟Lulu有合作 有一首歌叫打噴嚏 打噴嚏 Lulu在裡面有唱 對 也跟你有MV 對不對 那個在台灣拍的嗎 對在台灣拍的 然後MV裡面 Lulu姐就是 當我的戀愛老師 然後 這首歌裡面就在講 我 我有 就一些戀愛的煩惱 你有戀愛煩惱 對 所以就 Lulu姐就來幫我 來幫你 對 那怎麼會打噴嚏呢 因為 就 我 我喜歡 這首歌裡面就是我喜歡一個男生 然後 我想他的時候他就會打噴嚏 我這樣子啊 如果他想我就會打噴嚏 你也會打噴嚏 對 你怎麼打噴嚏 就 你想說你告訴我 哈哈哈 你媽才不要怕 OK這樣 很有趣 Lulu就是你的愛情老師 對 這樣對不對 拍了多久那個MV 這個MV 大概一天 一天 Lulu是我們 神靈之王的主持人 對 你跟他一直還有聯絡 對 他很好 他真的很好 他現在很紅的 剛剛主持完金馬獎 對 非常紅 對 像早上吃飯都沒有時間 要排到後年 排到你20歲的時候 OK 所以這個時候還跟你一起 對不對 那這首就是打噴嚏裡面還有 還有rap 對不對 對 都是泰文的 中間一段講一下 你還記得嗎 中間一段泰文的rap 就是泰文的rap 對對 泰文的rap 母音比較多 比中文簡單 對 比較容易好像 對 不你也要背很久對不對 嗯 蠻久的 蠻久 我們來聽這首 跟LuluMV有合作 她在裡面有唱的 打噴氣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大家好 我是王宇宙 歡迎收聽 我說到哪裡了 今天我們邀請到Gail Gail已經發著首張個人專輯 無法掩蓋 他是我們生命之王 在2018年的時候的前四強 那時候來才12歲 現在已經18歲了 在泰國曼谷讀醫學院 很厲害 又會讀書 又會唱歌 長得又可愛 從小朋友現在已經開始是少女了 對 我看那個沒關係 裡面有很多你的同學嗎 跟你一起拍 對 不是我的同學 是 是 是導演找的 對 跟你沒有關係啊 以前不認識 哦 你怎麼沒找很多同學一起拍呢 不知道 因為導演講 哦 OKOK 沒關係 MV已經出了 然後我們剛才看了一首 這個 聽了一首這個 跟Lulu合作 打噴棋也是有MV嘛 對 那個打噴棋裡面 MV就是 Lulu做你的 新 這個什麼愛情的老師 對 對不對 那 現在當然現在不能談戀愛 媽媽 你們閨女幾歲可以談戀愛 不知道 真的嗎 我把你擋到你媽 哈哈哈 你會喜歡什麼樣的男孩子 呃 假設說會讓你打噴棋 就是你會想 會讓你打噴棋的男孩子 你會喜歡哪一種男孩子 我覺得如果 我想就是善良 善良 善良 對 然後跟我有 呃 同樣的興趣 唱歌 對 還有什麼興趣 音樂 音樂 你最近有不是玩潛水嗎 Diving 沒有 沒有嗎 沒有 你喜歡到海裡面去 Scoop diving 或怎麼樣 或者是 那應該是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Snarkeling 對 有有鞠過一次 有Scoopa嗎 有帶水沸下去 沒有沒有 哦 在哪裡 泰國南部很多地方可以很好潜水 對對 那時候應該在曼谷的附近 附近那邊 水乾不乾淨 乾淨 乾淨 OK 後來就沒有再去 沒有 Snarkeling 沒有 所以呢 你喜歡男孩子要善良 嗯 然後要跟你同樣的興趣 等等等等 那希望他是學什麼呢 或怎麼樣都沒關係嗎 應該沒關係 應該沒關係 你覺得男人善良是什麼樣的善良 如果太乖很乖 very nerdy 你會喜歡嗎 很善良 你問他什麼都我很善良 這樣子嗎 還是有點 要不要很會運動啊 或者怎麼樣的 啊 我覺得善良就是 這是一個好人 然後 就 對對很多人都善良 對很多人都善良 對別的女孩子也善良 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給我很多中文還沒有學的很好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關係 所以這一次來 你是 我們今天的時間是這個 11月27號 對 你是昨天來的 前天來的 前天11月25 這次要待多久 待到12月3號 啊 12月10號 所以會來 還來滿多天的 對 兩個禮拜 對 台灣還有沒有特別 除了便當愛吃之外 麻辣鍋愛吃 泰國也有麻辣鍋 對 也有 但我覺得台灣的比較到底一點 對對對 但是要小心之運 在唱歌 對對對 你還想到還想台灣什麼 以前也來過台灣那麼多次 想台灣的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吃了沒有喝了沒有 還沒還沒 媽媽會管還是經濟人會管 不會 但是如果要工作 我就會自己不吃 餓不喝 珍珠奶茶 你喝一顆 就長一顆醬的肉 很愛喝 很喜歡 但是沒那麼常常喝 泰國也有啊 對也有 也有啊 OK好 那那個還喜歡什麼 做吃的東西 還有什麼 喜歡 現在很喜歡台灣的天氣 這個時候啊 對 這時候最好啊 就是秋天很舒服 你來的時候 因為泰國沒有冷的 沒有秋天沒有冬天 對對對 可是你算是太北的 太北人比較白 啊 泰國北方人比較白 啊 比較涼快了 但曼谷比較熱嘛 對不對 但你在那個北邊 七邁那附近的話 應該比較涼快吧 對對對 有秋天吧 最冷之多少度 嗯 如果在山上的話 有 應該七 七八度 那比較高嘛 對不對 對 七八度啊 七八度蠻冷啊 對 可是曼谷沒有嘛 對不對 曼谷沒有 對 所以你喜歡像台灣的天氣 對 但是有沒有見一些以前 星光大道的 不是星光大道 蛇心之王的朋友啊 學府幫你做這首歌嘛 對對對 學府歌 學府歌音樂不錯 對對對 你們跟他溝通怎麼 還是製作人跟他溝通做音樂 啊 做這首歌的時候 對對對 要不要在一起 嗯沒有 就他做的 對他就做然後 啊給我唱 那你唱的時候他們到現場 有 到studio裡面 有有他就是我 他因為他也有幫忙 就這整個專輯的 的製作 哦 對 所以就我錄很多歌的時候 他就回去 哦 所以跟學府歌 甚至王學府歌 對 還有幾個朋友都 這次回來有沒有 有沒有聚會 有沒有商量大家在一起 Party聚會 這次還沒 因為太忙 有點對 哦 很想念他們 他們都很好 你們都很好嘛 對對對 感情都很好嘛 對 一起參加比賽的時候感情最好 對 學府歌有幫這首歌 這首歌 要不要在一起 OK 是他做詞的 他詞 Lyric裡面講些什麼 要不要在一起 要不要在一起 就是在講 也是就關於戀愛 談戀愛這個事情 就是啊 說 我 就 我 我喜歡一個男生 然後 他好像也喜歡 我 但他不敢講 出來 嗯 所以我就 就很 主動 Directly 對 問他 要不要在一起 對 大概 大概是這樣 你會這樣子嗎 不會 不會哦 對 要不要在一起 就直接問他 是這個意思 對 OK 我們來聽一下 學普這首歌 要不要在一起 好不好 OK 大家好 我是王宇忠 歡迎收聽 我收到哪裡了 我們今天邀請到Gail Gail的首張個人專輯無法掩蓋 已經在這個10月31日開始預賣 11月17號在全球的串流平台 還有MV也出來了 然後12月1號就開始CD的實體的銷售 Gail是我們生靈之王 2018就是我們第一屆的時候的前四強 那時候比賽非常緊張 那時候才12歲 對 現在已經18歲了 那時候台灣很多很多人很喜歡你 然後 對對對 謝謝 然後時間過得很快 一下子現在變成少女了 對 讀書 做音樂 然後差不多這樣子 你有沒有喜歡什麼樣的運動 運動我不太喜歡 但是如果要選 我最喜歡打羽毛球 有打嗎 泰國羽毛球還蠻有名的 對 對有些比賽蠻厲害的 對 我在高中的時候有打 但是 上大學以後就沒有時間 對啊 可是你要常上電視啊 以後打歌啊 或以後做 做這樣上電視節目的話 要瘦下來啊等等等等 但你也不胖了 對 有沒有 所以要做運動啊等等 對 在家跑步 在家裡跑 對 從哪裡跑 從那邊跑這邊 跑 在那個機 機器上 機器上 OK 你中文現在一個禮拜上兩次 對 線上叫online online 對 老師是誰幫你找的 是公司幫我找的 OK 學到什麼程度了 有沒有 有沒有級別考試啊 有沒有 現在沒有考試 就 現在在學 就是練習跟老師講話 因為 要上很多節目 所以 嗯 就練習講話 那尾中哥這樣慢慢跟你講 都聽得懂 都聽得懂 對 可是唱情歌不是要有感情嗎 對 對 那他們你怎麼去把這個 比如說你的這些做打歌曲 沒關係啦 打噴氣啊 要不要在一起啊 掩蓋 其實都是情歌嘛 對不對 那你沒有談戀愛的經驗嗎 現在 對 沒有談戀愛 沒有 但是你怎麼去體會這些 怎麼樣去understand 這個裡面的這個 這個meaning的意義啊 情歌裡面的mallow 這個emotion啊這些 怎麼 就是我 一開始拿到歌詞的時候 就是 聽到這些歌的時候 我就跟 老師先 就 聊這 歌的意思 就是他在講什麼 然後 我錄音的時候 也有跟沛昌老師討論 就是 比如說有一首首歌是掩蓋 掩蓋 那是 一個很 很 要有很多 情感 emotion 對很多emotion sentimental非常 對 然後我 那首歌我就 很久就跟 呃 沛昌老師討論 這首歌的意思 然後因為我 我也沒有 這樣的經驗 所以 沒有什麼愛情的經驗 愛情的經驗 然後 那你會請教媽媽嗎 什麼 你會問你媽媽愛情經驗嗎 沒有 沒有 對媽媽都不會講 那你問老師 是吧 嗯 對 所以怎麼樣去表達這樣子 對對 他怎麼教你的 其實 呃 錄音的時候他就 讓我想像 是這首歌就是 在講 我 希望一個男生 可是 他好像 就 沒有 一樣的感覺 所以 但是 我還是要 我還是 願意等他 所以 掩蓋就是 cover your feeling 對 under your heart 對 所以我們討論這首歌的歌詞的時候 老師就講 讓我想像 我在買珍珠奶茶的時候 然後就 有很 很長的 line 在等 對 在等 然後 我朋友都跟我說 不要等了 應該不會 等不到了 對 等不到 但是我還是要願意等 等這個 這個珍珠奶茶 對 可是最後 就沒有拿到這個珍珠奶茶 所以我就 覺得很傷心 What a shame 對 就很可惜 對 所以你覺得愛情跟珍珠奶茶是可以 equal to 老師解釋的時候是用這個方法 可是我唱這首歌的時候 沒有想這個畫面 因為 感覺 那個atmosphere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盡量 就想像 就比如說我在看電視劇的時候 電視劇 可是你從小到大一定有 從小到大一定有 喜歡過 某一個男的 一定有 不可能沒有 我覺得我沒有 我沒有 你是外星來的嗎 Alien Alien 有可能 不太可能 至少會有些 鄰居的大哥哥 或家裡的一些 那個 relative 或者是說 學校裡面的一些 就是等等 都沒有喜歡過一個男的 或怎麼樣 很正常嗎 就很正常啊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沒有 就是有一些就是 很喜歡他的talent 就是他很厲害 喜歡他的什麼 talent 就是他很厲害 音樂的talent 對 就很天才很天才的 對 我喜歡他的才華 可是沒有說 只是欣賞他的才華 對 並不是說心裡感覺這方有 有那個地兒在 在running 沒有 18歲了 對 要唱情歌 對 好 不過 不過 不過不一定了 有時候幻想可以想那樣感覺 你都看什麼 你看看 你追那個劇 看電視劇啊 看什麼 喜歡看愛情劇還是看什麼劇 在泰國比較有名的 就是愛情劇就是rom com 對 就我比較喜歡 就有一些mystery 是有 神秘的 對 有一點神秘 愛情再加神秘的東西啊 還是有點 是有一些conflicts 然後有一個climax 還有高潮起來 就是高點 對對 但不是純愛情劇 不是 要一點這個mystery 神秘感的 對 等等等等 哇 OK 我們來聽這首 掩蓋對不對 就是 好像你喜歡一個珍珠奶茶 不不喜歡一個奶的 然後要把這種心情壓下來 不讓他知道 好 我們來聽這首掩蓋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歡迎收聽 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今天邀請到Gail Gail是我們神力之王 2018年前四強 現在出首張個人專輯 無法掩蓋 他是我們的泰國小朋友 來說才12歲 現在已經18歲了 還在讀醫學院 出這張專輯 你試試看你的中文 跟聽眾朋友 跟觀眾朋友 介紹一下自己 介紹一下這個專輯 介紹一下自己 Hello大家好 我是Gail Girl 然後我最近有發新專輯 叫做無法掩蓋 裡面有八首歌 然後也有一首歌 是我參與創作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張專輯 喔 就這樣子啊 沒有別的首試感 等等等等 好 OK 然後會不會現在要上電視啊 上廣播啊 上等等等等 要開始打宣傳了 會不會很多年沒做這種事了嗎 對不對 13年會緊張嗎 有一點緊張 因為我在就是在練習中文 說中文 中文很好了 很棒啊 謝謝 真的很不容易 對 中文很難 但還是要學很多 就是 對 要怎麼溝通 或是用中文溝通 Gail 你聽她的中文 你幾乎沒有什麼accents 沒有什麼腔 可是有很多字 就是我會想不到 是要怎麼講 怎麼解釋 當然當然啊 所以現在英文會講 然後中文也會講 然後泰語當然是你的母語 對 已經會三種語言了 才18歲很厲害了 謝謝 有些字不太會講是一定的嗎 對不對 對 其實不知道怎麼去形容那些字 對 但you cannot read 對不對 不能看中文 大概看得懂 就是 真的啊 不太難的字 不太難的字 對 其實中文的reading是很難的 中文 中文太難了 對 很厲害了 已經很厲害了 謝謝 然後完全沒有問題了嗎 大概 對 對 你英文是什麼時候開始學 從小時候 因為我在國際學校讀書 Bilingual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Bilingual 2 language 就是 都是用英文教的 全程英文 對 OK 那等於就是國際學校全程英文 不是Bilingual 就是全程英文 英文完全沒有問題了 那中文就會慢慢講 因為家裡有人會懂一點中文嗎 就慢慢學 家人什麼 你說你的Family有些人懂一點中文嗎 沒有 但是你媽媽現在也開始懂一點中文 對 因為常常來跟我工作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來工作一段時間就知道 就開始懂 但媽媽還是 她還在學 她也是在學 OK 但是我相信 你來台灣成林之王的時候 大家都很喜歡你啊 謝謝 我覺得這些主持人啊 或朋友啊 講中文一定會慢慢跟你說啊 對 所以不要太擔心 長那麼可愛 然後大家 那時候來成林之王的時候 大家都很喜歡你 所以沒有問題 謝謝 這邊有一首歌叫 同一片星空 對 然後你是 作曲 作詞作曲都有 對不對 跟別人一起合作 對 這個是什麼樣感覺這首歌 我們等一下要聽最後來聽這首歌 好 這首歌 我覺得 她很有 她的 命令 她歌詞的 很有意義 很棒 就是在 在 這首歌就是寫給粉絲 就是 在講是 她在台灣 然後我在泰國 但不管是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都還是有一個 connection 然後 就同一片星空下 OK 中文有一句叫做 千里共禪圈 雖然我們沒有 千里共禪圈 雖然我們沒有 但是我們共禪圈 禪圈就講月亮 你看我們都 月亮都在看著我們 對 同一片星空 千里共禪圈 我們共同看一個月亮 我一看月亮的時候 你也在看月亮 我們都在一起 這個意思 是千里 千里 千里 就是千里 我們共同 共同 together 就是get together 但是我們一起看那個幕 禪圈是中國人講月亮的另外一種講法 很難寫 很美 千里共禪圈 不然你的表好容易易懂了 叫做同一片星空 對 差不多的意思 OK 好 那今天我們最後就要來聽這首歌 也希望你一切都順利 謝謝 韋鐘哥 很多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 還有很多一起的夥伴 世界中央的夥伴 都很想念你 看到你就很開心 我也很想念大家 因為我們同一片星空 對 謝謝Gail 謝謝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 謝謝